新北市單日的疫情有120例確診 佔了全台確診數的一半以上 不過他們依舊是採取熱區廣篩政策 不斷的呼籲 只要有不舒服的民眾 就要出來做篩檢 因為根據目前的數據 陽性率是1.8% 跟過去比好像有下降了一點點 接下來還是端午連假期間 過去統計來看 週末假期的篩檢量都比平日還要低 侯友宜市長則呼籲市民 假日沒事就不要出門 帶在家最好 但只要身體有狀況 或是自己有疑慮的話 真的要出來篩檢 半開放式的篩檢站 醫護人員的手沒停過 新北市只要量能夠 就會持續增加篩檢站 現在全市一共有36個 當然也是為了配合廣篩的政策 篩檢出來的960個 9成以上 都是看不出什麼症狀 甚至輕症也不是很明顯 但新北市最擔憂的 還是無症狀的患者真的不少 而近期連續三天篩檢量都創新高 週四有4800多人出來快篩 驗出41個陽性 比率為1.8% 雖然已經比過去低為下降 但很有遺憾篩檢數量還是不夠 端午節這三天 所有的篩檢站大部分都還在繼續為大家做服務 所以利用假日來篩檢 會這樣說就是因為過去幾週的假日篩檢量都不高 尤其在星期日數量都是低點 也讓確診數隨著篩檢量有高低起伏 導致週一和週二的確診數也比較少 甚至在6月7號星期一還低於100人 卻不是疫情趨緩 只是篩檢量不多 何況緊接著就是端午三天廉假 除了強力呼籲民眾出來篩檢 其他時間也千萬不要趴趴走 我要拜託市民朋友 大家還比較陰暗 但是如果大家稍有蠢蠢欲動 又不出來篩檢 我會非常擔心 因為多量的活動的接觸 又把疫情上升 新北市沒有降級的條件 換言之就是疫情還沒有趨緩 但擔心廉假民眾憋不住 市長要大家不要出門閒晃 串門子只能拜託再拜託 記者富男小學生特報道